走近隐藏于南宁闹市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干部学校校园深处 红墙演应在盛方的老挝国花鸡蛋花中 这一披荆角落是六七学校旧址 1967年为援助深陷反侵略战争的老挝 中国无常在南宁建设一所老挝中央干部子弟学校 距今已有55年历史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七学校的陈列室 六七学校旧址被视为终老有益的历史见证 铭刻着中国和老挝两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它的背后是一段关于和平与友谊 苦难与成长奉献与希望的感人故事 六七学校设置幼儿园小学一至六年级 校领导和教师由老挝政府任命并派出 负责教学组织和管理 中方负责办校经费和后勤保障 为老挝师生提供了稳定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终而有益林 六七学校的孩子们在这边种下的小树 现在已经长成了苍天大树 对于那些在老挝国内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孩子们来说 六七学校可谓是一片快乐的净土 虽然身在异国他乡 但是他们感到了无比的安全舒适和温暖 因为在这里由我们团结友爱勤奋的中方工作人员 热情地接待他们 并为他们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在六七学校的校园里面 孩子们可以在宽敞的球场上进行体育运动 在草地里面进行生产劳动 种植他们喜欢吃的瓜果蔬菜 并且收获自力更生的劳动成果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面学习着文化知识 同时在紧张的学习之余 孩子们非常喜欢唱中国革命歌曲 并且喜欢打冰方球 也喜欢看中方工作人员组织的文艺演出 他们的业余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曾在六七学校就读的学生 大多成为了老挝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 为世世代代延续终老两国人民的友谊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67年到1976年 共有10074名学生在六七学校就读 在这学校当中 大多数已经成为了老挝国家建设的中间力量 目前我们已经联系到了失败多名的校友 当前广西官方和老挝签署干部交流合作计划 以万象和郎伯拉邦作为示范点的中老减评合作项目 老挝中国广西农业合作示范区 正在帮助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 不少老挝我留学生在广西高校学习 成为推动两国友好交往的桥梁 延续中老世代游异 庆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